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于地处河西走廊西北端的玄泉志来说 这将是格外忙碌的一天 从首都长安星夜兼城的邮差 携带紧急公文到达这里 此时此刻他们并不知道 两千年后 人们将会发现这次接待任务的文字记录 和这里曾经波澜起伏的边关岁月 一九九零年五月 地处敦煌戈壁荒漠 一个叫玄泉的地方 发现疑似盗绝迹象 随着甘肅省考古队展开的抢救性发掘 一座汉帝国时代的西部驿站 玄泉志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是一座方形城堡 办公区 住宿区 马厩 瞭望角楼等设施完备 从这里发掘出土的各类文物 一万七千六百五十多件 其中 汉代减毒便有一万五千余枚 自十九世纪以来 中外考古学家在中国境内 共发现汉剑八万枚 其中六万枚出土于河西走廊 对照文献记载解读这些汉剑 两千年前 汉帝国河西走廊的历史镜像 逐渐凸显出来 当武威 张叶 九泉 敦煌 河西四郡相继设立后 长城 封碎等防御工事 以及游艺系统也开始向西延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组织传递信息的国家之一 自春秋战国时代以来 国家游艺机构就被称为 智 汉帝国的制不仅仅是传输公文政令的交通驿站 同时也是物资转运站和往来公务人员的接待站 从中央到地方 从京师到边关 中央政令的下达 基层情报的上颂 政府往来人员的接待等等 都是经由各级驿站来完成的 玄泉制隶属汉帝国河西重镇敦煌郡